立委刘兆豪和县议员洪中凯 12号上午将会举办母亲节的振花活动 活动的地点是在 李渝山和中央市场两个场地 一共准备了2000盆的 不同种类的花卉和盆栽 来感谢辛苦奔波的母亲们 立委刘兆豪与台东县议员洪中凯 为了要感谢台东所有母亲的辛苦 这12号上午8点举办母亲节 振花活动 将准备2000盆不同种类的花卉盆栽 在鲤鱼栽以及中央市场 来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从去年开始 去年的母亲节前夕 我跟洪中凯 洪一言 我们就赠花 但是我们赠的花 这个是可以栽种的话 可以栽种在自己的庭园 或者是在小盆栽 在客厅里面 让这个花朵可以一直盛开下去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而且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除了表达我们对 最伟大的母亲的一个感谢之外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 送一个小小的花朵 但是它可以延续下去的 在这个礼拜呢 我们将要在母亲节来发送这样的一个花 未来我们也希望台东成为一个花园城市 在每一个角落都用绿色的植物 用美丽的花朵来美丽这个城市 在赠花活动的现场准备的天使花 夏井 清香等可以栽种的绿色植物 并借由这些盆栽 来让台东变得更加美丽 有着好强调在每一天 都要来感谢母亲 更要用行动把这份心意给给达出来 并希望民众都能在5月母亲节的当天 向妈妈说一声辛苦了 记者赛赛唐室报导